这段疫情期间有不少医疗院所也推出了视讯问诊服务 来方便透过远距帮民众看诊 但是柚子医师陈慕容就在脸书上表示 他日前帮一名孩童问诊完 结果被家长封锁mine账号没有付钱 有医师表示通常一般的视讯问者SOP 都是先问诊完才会批价领药付费 也希望这起事件只是单一个案 律师则认为诊所有权来追讨挂号费用 那如果民众一开始就打算不付钱看诊的话 也可能已经触犯了炸其嘴 我是林医师 那你最近还好吗 疫情影响为了方便民众看诊 不少医院诊所纷纷启动远端视讯问诊 但竟然传出这样的事件 幼稚医师陈慕容脸书贴出 替一名孩童视讯问诊后 索性小朋友没什么大病也不用吃什么药 让人崩溃的是 看完门诊爸妈就封锁line账号 而且没付钱 消息一出同样有视讯问诊的医师期盼 这只是个案 因为现在的SOP的确是视讯完才另要付款 有些医院跟诊所可能会先行说 如果你要上视讯问诊 可能会先要上网先付个括号费 有些医院当然就是一次批价 就等你来取药的时候 才做一个批价的动作一起收费 医师就是提供个免费的咨询服务而已 文章一出不少网友替医师打抱不拼 只说在美国要先付款才能视讯看诊 也有人建议一开始就要先请病患出示健保卡并拍照 痛皮医疗不可以这样被使用 不能纵容 在民法上我们的诊所当然可以去追讨这所谓的挂号费 白嫖医生的行为的话 那甚至还有可能触犯我们形式上的诈欺得利罪 最重是会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疫情下视讯问诊保障病人也保障医师 病患如果侥幸心态钻漏洞 小心法律责任也逃不了 记得陈玉婷张士奎台北采访报道